同学反击,否认孙安佐说要炸学校。 第一,孙鹏独自孙安佐在美国扬言开枪扫射学校,让他遭到警方羁押,目前正等候开庭。 事件爆发后,各种有关孙家的负面爆料也层出不穷,像是孙安佐曾拿住火焰枪在外乱喷,或是在校炮上抬抢同学麦克风等,然而孙安佐的同学也在时候为其缓甲。 孙安佐高一,高二时在台旧独康乔国际学校,每学期学费从新台币18万到30万元不等。 孙安佐这回在美国被逮捕,周遭同学有些相当同情他,甚至还有好友向其他媒体表示,孙安佐或许真的只是开玩笑,之所以在家里搜出1600发子弹,应该也是他想在美国报名一种名为三枪竞赛的即时比赛。 该比赛会以目标位置不同,手枪款式也得替换,但要更要随时补充,若一天打个无偿以上,连打三,四天消耗千发子弹,其实很正常,1600发不算多。